本集由爱识工房特约赞助播出 Hi,我是陈老师 记得订阅、赞和分享这条影片 谢谢你 我们一直学一直学 很多东西三个一体觉得很简单 但做起来的时候完全没办法应用 如果在我们的学习和工作过程中 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缺乏自学的能力 这本书是由台湾科技大学的管理学博士 紀萍所写的一本书叫做《学会自学》 《学会》学习本身比学会什么都重要 紀萍是一个专栏作家 亦是一个数据专家 同时也是纪保记账事务所 纪保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紀萍认为学习是一种主动的行为 吸收了大量的知识 也就是有了输入之后 我们必须要将学习到的知识 进行消化、整理、再输出 我们的大脑才会将它视为重要的东西 才会将它转变成长期的记忆 然后活学活用地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那些自学能力强的人 可以快速地学习 亦都可以作出新的知识和技能 无论进入什么领域 都能够在短时间之内 成为这个行业内的行家 这本书就是专门教你如何举一反三 自主学习、无私自通 整本书的结构很简单 只要介绍几评独创的五大原历 分别是对知识进行Copy、拆解、游识 拼合的神偷力 能够将新的观念、套用旧的故事 将新的故事结合旧的理论 随时都能够透过加、减、成除 所发挥的系统力 还有能够跳脱固有框架 打破标准答案的思考力 不断执行并且改良的行动力 还有了解自己的天赋特质 找到适合自己的路线的门派力 首先来说什么叫神偷力 讲起神偷力 陈老师的抄袭大王 就有东西可以分享 纪平所说的偷并不是直接去抄袭人家的赢 而是改头换面之后的二次创作 他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就是迪士尼的那堆公主 全部都不是迪士尼原创的 例如人鱼公主 就是来自安徒生童话中的海的女儿 魔术奇遇中 同样也是来自安徒生的冰雪女王 再早期的作品 例如白雪公主、灰姑娘、瑞美人 长发公主、美女与野兽、青蛙皇子 都是来自格林童话 阿拉丁源自1001夜 花木兰源自木兰池 风中奇缘就是来自印第安的人物保家康帝 后来那些玩传纪乐园、玩传老朋友 他才是原创的作品 但你想想如果没有先前那堆 所谓的参考、抄袭的作品做铺垫 你很难可以想像迪士尼可以做到今时今日的规模 除了电影界之外 飲食界也是一样的 麦当劳、Starbuck、还有Coca Cola 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的品牌创始人 并不是最初的原创人 他们都是将这些东西发扬光大的人 麦当劳的创始人 Great Croc 原司只不过是一位奶昔的推销员 创始人其实是麦当劳兄弟 整个麦当劳的系统其实都是源自于这两兄弟自己开的餐厅 Ray Croc就觉得这个商业模式OK 之后就问麦当劳兄弟可不可以franchise你的店铺 最后就发大来搞 甚至最终抢了麦当劳的名字 不让那两兄弟用麦当劳的名字 而Starbuck的创始人霍华德斯尔茨 他本身就是Starbuck的一个barista 他通过不断地改进他经营的模式 最后将他发展成为一个全球的咖啡品牌 而可可乐的创始人 阿萨坎德纳更加之厉害了 他只用了2300美元 就像一种原司用来 医头疼的糖漿 混入梳打水 然后就变成了 连连者在打冰冰球的时候 都要喝的饮品之一 神偷力并不是简单的copy and place 作者这一章中引用了一句说话 他说 不成熟的诗人模仿 成熟的诗人偷窃 神偷和贼仔最大的差别就是 贼仔会被人捉到 所以他成为贼仔 而神偷就没有人捉到他 所以他就是神偷 绝大部分有价值的知识和资讯 他都不可能是无中生有 值得偷的东西是分两种 第一种是有用的东西 例如说能够用于职场和生活上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第二种是有趣的东西 因为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更多的啟发和速度 每个人的知识库里面都会有一些收藏品 说得是收藏品 当然是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只是放些宝物进去 不要放些杂物进去 如果我们什么都搬进去 那我们的知识库就不再是艺术馆了 而是时窗迷你创 8177777 神偷和贼仔最大的差别就是 他偷回来的东西是有经过聪明的创造的 令到一件偷回来的装物换然一身 成为了完全不一样的新作品 所以他就能够从贼仔的格局 转变成为神偷 神偷是懂得创造系统的 作者利用了三种昆虫来作比喻 第一种人是蜘蛛 蜘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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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全部的蜘蛛丝都是在肚子里吐出来的 所以这类人的作品是不擅长于在外界获取元素 他更加像是一个闭门造居的工厂 蜘蛛很清高 从来都不偷赢 第二种人就是蚂蜘蛛 这类人跟蜘蛛刚刚相反 他只懂得圆风不动地在外界 将东西搬到自己的兜里面 不懂得加工和改造 直接将别人有用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资产 这类人就是贼仔 第三种人是蜘蛛 这类人懂得广彩白花的精华 然后再用他自己的样造技术 将花蜜变成蜂蜘蛛 这类人最擅长在外界里 将一些资料收集回来 然后加上自己的消化和转化之后 将它转变成为自己有用的资产 这类人就是我们所说的神偷 所以你会发现神偷 其实是会有一个加工的过程 他会将偷回来的东西 重新拆解 游戏 然后再重新装嵌 经过这四个步骤之后 他就能够将别人的东西 彻底变成自己的东西 所有具有创造力的人 他们都是神偷 我用回我自己的例子 作为一个抄袭大师 在我早期的节目里面 你会见到很多明显的抄袭痕迹 可能你是用英文来说的 可能是用普通话来说的 一些节目 我又变成用广东话来说的 鬼谷如是 历史的节目如是 一些什么说外星人 说一些奇案如是 基本上可以模仿和抄袭的人 我都抄云了 但后来我发现不行 你这样抄袭人 到时被人发现之后 你会有公关灾难 虽然自己未出名 然后我就想 糟了 我有什么办法可以 令到我的抄袭的痕迹 减弱一点 于是我就用了一个方法 就是将对方的广告 重新拆开 将一些对方很独特的观点 删掉它 我只是保留一些相关的数据 或者一些历史上的资料 这些东西其实大众都可以找到 你不能说我抄 然后第三步就是游识 游识就是一种资讯的转换能力 就是将你偷回来的东西消化和吸收之后 再为自己所用 例如去融入自己的经验 专长 创意 和天赋在里面 将它改造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便会加入自己的表演方式 例如我加入我扮声的元素 加入一些广告的元素 例如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人物 会唱歌 会说Angel方家 齐门唐阳一圆 好像阿麻那么温暖 巡目公语捉金沟喉 王子大语阿嫂的秘密 不要低头 空胃会掉下来 管仲语 ChatGPT 周平黄语碗仔翅 赛基的恋爱自由式 晋文公玩Q圆 最开心玩Q圆 玩Q圆 还有 一加一等于从耳 一珠唱衰齐缓公 打趁都会酸 怎麽可以 用我的脚脚作导致 惠意公语不敌食人族 这些其实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品 其实这些故事源自哪里呢? 不是在书上 就是别人讲过的东西 当你融入了自己的元素进去 你重新上识 游识 它就已经不再是原先的那样东西 这个故事就变成了 陈老师的故事了 是陈老师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讲故事 然后第四步就是拼图的能力 拼图的能力就是指 我们去整合 浓缩自己其他领域的知识的能力 你一讲一本书的时候 可以讲完另一本书 提回另一本书类似的观点 又或者将任何一本书 都变成是身心灵的作品 都用身心灵的角度去喘息 又或者一路唱着歌仔 一路讲着故事 去讲美国的宪法历史 去讲总统制度和三权分立 其实那些内容是我的 全部都不是我的 我就是看着本书的章节 然后就用自己的方式讲出来 你想想写这本书的作者 他用了多少心机才去研究到这些知识出来 他要看了多少文献 才能够写到这本书出来 尤其是在学术上面的东西 法律制度上面的东西 其实我做了些什么 就是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就是重新把它偷了回来 游了游式 用自己的方式表演出来 你不可以说这个过程没有价值 它至少是一种表演上面的价值 而这个表演的价值就是 我在这个游式和整合的过程中 重新赋予了给你一样东西 又或许我们讲得更加之简单 就如同我们今天讲的 这本书《学会自学》 它本来就是一本已经存在的书 而我加入了我自己的例子 我自己抄袭别人的例子之后 它就已经不再单纯是这本书的内容了 而是已经开始有我的痕迹 你够不够敢再说我这一集节目是抄人的呢? 其实就难了 这个就是神偷和拆仔的区别 所以Copy、拆解、游式、整合 这四大改造的系统是缺一不可的 当我们对待每一种我们学习到的知识 学到的东西都能够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能够摆脱前人的框架 成为一个真正的神偷 坦白来说 在我这个频道里面有多少东西是我原创的呢? 基本上是零 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些作者很辛苦的 寫了几年甚至是研究了几十年才出来的东西 充其量我的作用是 将它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 去告诉你有一本这样的书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要去多谢 你学到的这些知识的话 其实不是多谢我 你是要多谢这本书的作者 多谢在这个频道里面 你听到的这么多本书的作者 他们才是那条河里面的河水 而我只不过是在河边那里 塗水拿来买的人 当然啦 塗完之后那些水 我是有用filter去过一过滤的 亦都有重新包装 把它装到的瓶里面 再买给你 以前我是一个podcast界的小偷 但现在我已经进化成为一个神偷了 这种能力是重要的 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会它 OK 讲完第一部分 神偷力之后 我们再讲第二部分 系统力 所谓的系统力 就是将原始一些破碎的讯息 通过搜集、整理和储存 将它随时提取出来 运用的一种本领 如果我们能够系统化去处理讯息 即是每次当你接收到一些新的资讯的时候 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过滤这些资讯 那你就是一个有系统的人 无非就是加减乘除 加法就是在其他人的基础上 升级那样东西 减法就是在其他人的基础上 滴走一些东西 乘法就是将其他人的东西 和另一样东西 结合在一起 将它变成新的东西 除法就是将他人的东西 浓缩了它 将它的精华提出出来 除加减乘除之外 还可以通过借用、连接 和联想等等的方式 源源不断地将我们吸收回来的 新资讯系统化 要做到系统化 第一步 你首先要找到你模仿的目标 然后活用加减乘除 其实和上一章所说到的内容 是有些重复的 那我就不展开讲了 那我就讲一下一些提醒的部分 作者提醒我们 除了加减乘除之外 我们还应该系统性地 在人与人之间 和商品之间 找到他们的连接 例如是 我有私家车? 你想搭的士? 啊! Uber 例如 我有间餐厅? 你有外卖仔? 啊! Fruit Panda 甚至乎我现在的频道里 整个广告位 整个罐名赞助 都是一样的 本来我的节目 没有背景 因为与其做一些风景的背景 可否有些更加有价值的背景? 例如有帮人买广告 常常看《蒙面超人》 《Godan No Bonster》 和《Occulation Master》 可否用在自己那里? 这种连接和连结 是可以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这张里面所说的内容 其实它是强调 我们要将它 当成是一个system 去玩 无论你遇到的是什么新的东西 你也将它套入一个system 然后通过这个system的方式 去创出 同一时间我们也应该 去学会一些有用的system 将它变成我们自己的system 然后去输出自己的东西 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 关于思维方式的书 思考模型的书 这些模型是很有用的 其实它就是一个system 好像上集我们说 《优画反驳的技术》里面 隔雷厄母之靶 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system 它是一个沟通和辩论的system 你将你的沟通和辩论系统化 每次要辩论的时候 要去沟通的时候 就将这个隔雷厄母之靶 拿出来 那你便能够用到这个工具 思考101日面的那些 确认偏误 因果归因 还有我们之前所说的奥卡 没有看到原理 讲不要挑战人性 那本书里面的吊桥实验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system 在处理两性关系的时候 在你追紧一个女孩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出来用了 在处理阴谋论的时候 我们又可以将 我们在如何成为更聪明的人 那里面所说到的 敏捷思考拿出来用 所谓的理性 是指逻辑上面的一致性 和它的合理性无关 我们要运用原认知 和反直觉思维 当你开车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 你下意识地 关上一个音响 你又可以想起 原来这个时候 我是在用快思幻想中的系统2 在培养习惯的时候 我们会想起 微习惯的本书 怎样养成看书的好习惯 每日揭开一本书 看一行 怎样培养运动的习惯 每日穿鞋 走出门口 怎样在肚腩里 练一些朱古力 每日做一下sit up 怎样才可以睡个好觉 温差 冲个热水梁 令自己的体温上升 然后入一间 比较清凉的房间 这种温差 是会带来睡衣的 要么就是早上 晒多些太阳 令到我们大脑里面负责感光的虫果体 和夜晚的光度差异足够大 那我们就容易有睡意了 我基本上在每一本书里面 其实都可以提炼到 一两个system出来 打算赚钱的时候看什么书 之前说的那本 有钱人穷的时候都在做什么 或者是违心论一些 那就是看能断金刚 研究级有力法则 学经济看什么书 国富论 贫穷的本质 想了解一下佛学 看什么书 看动建 或者看色达多 想看书看得快些 看什么书 看职场高校阅读 看如何阅读一本书 我还有很多这些书 如何出版一本书 如何制作音乐剧 当你不断地为你自己的每一个领域 去制造一个system的时候 你慢慢就会变成一个很有效率的人 而在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 那么多system里面 最重要的system是什么呢 就是如何自学 也就是今天这本书的书名 你想想 你要用Adobe的AUPR AE whatever 你首先都要安装Windows 才行 或者你安装Mac的system 才行 你不创造一个自学系统 你又如何可以自学到呢 除了建立自学的system之外 第二样最重要的呢 我认为就是思考模型 思考模型相当于是什么呢 就是你路里面那些解决问题的机制 你的机制 你的准备越充分 你学得越多 那么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强 这个世界需要的人才 并不是拥有最多知识的人 而是最懂得解决问题的人 这一样东西是永恒不变的道理 也是一个最反脆弱的技能 这一样东西就是系统力它的魅力了 我们再来看看思考力 思考力这一部分 就是要我们去建立三个不同的思考习惯 第一个是独立思考 所谓独立思考就是不盲从教条 通过搜集、探索、分析和选择等等的策略 找自己的答案出来 第二个习惯是逆向思考 我们不要局限于传统的正向思考的习惯 我们要试下从反方向来去寻找答案 第三个习惯是换位思考 我们要跳脱出僵化的角度 从其他人的立场或角度去分析问题 什么叫思考呢? 张三峰曾经说过 只重其意、不重其招 当你忘记所有的招式 你就练成了 爱因斯坦也说过类似的说话 教育就是当一个人将学校所有的知识 都忘记之后所剩下的东西 很多企业都会有它自己的SOP 所谓SOP就是标准的作业程序 SOP的好处就是能够做到复制不走样 例如饮食业内的连锁餐厅 通常都会有它自己的SOP 酒店业甚至乎可能是一些专业性程度 比较高的公职 他都会有自己的SOP 作为一个雇员或者是一个执行人 你要确保所有的人执行SOP 这件事是没错的 在你未熟悉未了解每一个SOP 背后的原因的时候 你不跟随SOP去做 那些就叫做叻不及 但如果你已经了解整个SOP 它出现的背后的原因 你想去寻求突破 那你一定要去打破SOP 你才可以找到新的角度 在这部分里面 我们要搞清楚自己目前的角色 如果我们自己目前的角色是一个执行人 那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根据SOP去行事 而如果现在你的角色是一个决策者 或者是一个带着创新的使命的创新者 那你就一定要去打破SOP的框架 所谓的独立思考 是指我们思考的并不是他人的标准答案 而是用同样的条件去推演 重新得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 有一天 陈老师就出街买鸟 一把鸟的入货价是20元 售价是50元 有一天有一个路人 因为没有带鸟出街 下雨 所以就找陈老师买鸟 他就给了100元 陈老师 陈老师就找回50元 谁知最后发现 原来那100元是假钱 究竟陈老师损失了多少钱 很多人的答案是70元 因为把鸟给了人 又找了一张真的50元出去 所以在数学的角度来说 真的不见了70元 但你还在想什么呢? 不是 我还有时间成本和服务成本 我常常什么都不做 站在街上买鸟 然后还要乘地铁来 乘车来 不用交通成本 我不是只买一把鸟 我还有一大堆鸟在迷你仓里面 迷你仓不用钱 所以不是这么简单 只是不见了70元 几里跨了所有东西 可能我的损失是超过100元 然后我们不如 又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收了一张假钱 今天整个人的心情 都会跌到谷底 为了缓解自己颓丧的心情 可能还会去吃一餐厉害的 来慰勞一下自己 哄自己 那这些心灵创伤的成本 都要算进去 又或者 如果你是一个很豁达的人 从商的经历丰富 你就会认为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做生意最重要 是吸取经验和教训 哇! 就是用70元的成本 你就可以学到 这么宝贵被人欺骗的经验 绝对是超值 所以你不单止没有损失 还是赚了 那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 又或者说 你的答案 是不是就是标准答案呢? 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你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答案 而实际上 只要你能够说服到别人和自己 这件事也是有逻辑的 那全部都是标准的答案 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 他是能够同一时间得出以上的答案 而习惯于用单一的思考方式 思考的人 可能只会得出一个结论 那我们看待一件事的角度 就会很狹窄 第二个思考习惯是逆向思维 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反方向尋找答案 我们又来做一个小测试 麦姐的陈老板在4月的时候 就在夜宾分租了几个摊位 开始的时候 因为生意不太好 就请了经理陈老B过来帮忙 6月之后就开始有不错的成绩了 陈老B就说不如发大来搞吧 但陈老板就说不行 8月之后我要缩减规模 那因什么解救陈老板生意这么好 还要缩减规模?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那些摊位是要付租的 不只要付租 还要请陈老B来做经理 他也有工资 所以最终的利润可能是很微薄 又或者有可能那些摊位太好卖 所以没有货可以再卖了 又会不会是怕业主见到你生意这么好 趁机嫁你租 所以如果扩张了可能还会赚得更少 又或者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陈老板还有六合彩 打算不做了 这些都是正向的思考 我们试试逆向思考 我们不要从卖家的角度出发 我们试试从消费者、顾客的角度出发 顾客为什么要买傘? 买傘用来做什么? 不是用来傘太阳,用来傘傘傘傘傘傘 又或者可能是冥婚的时候 用来傘傘傘傘傘傘 顾客什么时候买傘? 当你能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陈老板 为什么会决定在八月之后缩减规模 转季啦! 下日嫌嫌过去了 乳季也快要过去了 你还发达来搞? 神经病! OK,我们再来看换位思考 我们千万不要急于从自己的角度下定论 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 作者说,聪明的思考者和懒惰的思考者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们思考的习惯不同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经历和习惯 亦都会有不同的立场和见解 所谓换位思考的能力 就是能够从他人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跳脱出自己无谓的坚持 并且试图在对方的角度上找到一些有用的资讯 通过这样去解决问题 换位思考进一步 我们可以将它应用在思考风险的时候 你认为低风险的东西 你的客户未必会认为低风险 同一道理,反之亦然 还有就是我们在思考利益的时候 要换位思考 对你有利的东西未必对你的客户有利 对你的客户有利的东西 可能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我们可以多些使用一些角色扮演的方式 来用对方的立场去反驳自己的一些观点 其实这一个这样的习惯 那些执业律师常常都会用的 在上车之前 他们通常都会找自己的徒弟 或者找其他律师 帮手用对方的角度去刷散自己的那些证据 这些都是很有用的思考方式 换位思考除了是换位置之外 我们也可以换位置 我们可以由一个小角色转到一个大的角色 去考虑一下大局 究竟我们这个判断和这个决策 究竟对不对 适不适合 好了,我们讲完思考力之后 再讲一下行动力 所谓的行动力 其实是包含两个部分 一是拥有知识力 二是行动 所谓的行动力 就是你要走到你的目的地那里 它和知识力是不一样的 有知识力不代表你会有行动力 知识力主要包含四个范畴 第一是记忆的能力 例如你可以引经据典 背到书中的某一个段落 第二是考试和学习的能力 你一个人学习很快 考试可以很容易考到高分 第三个范畴是表达的能力 它可以将学到的东西说出来 第四个范畴是写书 也就是架构的能力 它可以构造一个知识体系 这四个方面就叫知识力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他说读太多书 但又少用老的人 他们通常是会懒于思考的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陷入 只懂得背书的习惯入 学校尤其是应试教育 最懂得培养这一类的人 读书厉当然是有好处的 它绝对是你的一件旁身的武器 但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你一定要用 我们要将知识力 转变成为行动力 作者有几个建议 它说偷师 是最快令到你变强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要向 比自己强的人学习 想尽办法 令到自己 可以跟那些比自己叻的人 在一起 第二个提示就是 我们要学会偷懒 作者说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 努力读书的人 但他最终考到博士 他这样说 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学历 而是他认为 忙 有时可能 并不是因为你努力 而是因为你盲目 与其去做一个 熔熔绿绿的大忙人 不如去做一个 事半功倍的懒人 偷懒 是容易会催生创意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所做的事 实在太复杂 太麻烦了 为了偷懒 那你就要去想 有些什么捷径 可以更加快地完成这件事 养成这个习惯 其实就是培养行动力的开端 第三个提示就是 与其去学一些现有的能力 不如我们试一下去适应未来的世界 我们在读书或者学习的时候 要培养我们的二质力 不要只是培养我们的同质力 什么叫同质力呢? 同质力就相当于像墨书 我将一本书里面的内容墨写出来 而二质力更加像是写作文 你用你所学到的语言 你去写一篇文章出来 同质力也都像是一张试卷 每个人都是做同一份paper 二质力就更加像是一张A4的纸 你可以写什么都可以 所以当我们去面对 或者学习一种知识的时候 我们要搞清楚自己现在在学着的 做着的究竟是培养自己的同质力 还是是二质力 二质力才是更加有价值的部分 除此之外 作者还建议我们 我们要多使用逻辑和想像力 这样是可以令到我们和其他人拉开差距 第四个提示就是乘忍 忍有两种 一张是良性 一张是恶性 走忍、倒忍、毒忍 当然就是恶性 但如果你将创业变成你铺忍 赚钱变成你铺忍 看书变成你铺忍 你的行动力就会源源不断 第五个提示就是要在这个世界里面 找到你自己的定位 学识独处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过度的群体化其实是容易导致群体迷思 群体迷思我们之前也说过 它会令到一班人蠢的 例如一大班的高层在开会 董事长提出了一个很低能的想法 接着有CFO就看着CEO CEO也不出声 那应该没事吧 CEO其实也在看着CFO 诶 素佬也不出声 我说什么 接着就有COO COOO 每个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而不出声 最后董事长的荒谬的想法 就拍手而通过 这些就叫群体迷思 一班精英就会一起踏上 失智列赤 有群体不是不好 但我们也要懂得独处 我们有时是要花时间 去跟自己去对话 就想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 有本事的人 那你就千万不可以 永远地坐在台下等着被人激励 我们应该努力地去做两件事 要么就是努力地令到自己 可以站在台上去激励其他人 要么就是努力地 在独处的世界里面 找到你自己 最后一个提升我们的行动力的提示 就是帮自己设置一个deadline 还有给自己有限的资源 你得三千元启动资金 你要将它滚到三万元 你得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要将这件事做成 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 可以吹谷我们马上行动 还有做些成绩出来 好,来到最后 我们讲完第五部分 门派力 当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门派和老师 再借此开枝散业 整理出自己的门派的脈絡 那你就有可能会独鼠一次 自成一派了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 有不同的心性 所以就算师出同门 也有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创造出完全不一样的招式 首先你肯定要找到你的门派 找到你的老师 你究竟是想学九音真经 行六十八奖 空明拳 还是学全身剑法 玉女心经 虾武功 玉蕭剑法 弹子神通 打狗棒法 圆铁剑法 你首先要搞清楚自己想做些什么 就例如如管理学 有着重效率的科学管理学派 也有着重原则的行政管理学派 有着重人性的行为管理学派 也有着重统计的计量管理学派 还有着重弹性的权变管理学派 经济学里面有重视市场机制的古典学派 有认为政府应该适时干涉市场的反古典学派 有强调自由竞争的新古典学派 有强调从总体经济出发的新经济学派 以及现代经济学派 心理学里面也有重视规律的结构心理学派 融入了统理学的功能心理学派 有重视潜意识的精神分析学派 有重视环境的行为心理学派 你要搞清楚什么最适合你的性格 什么更适合你去学 找适合门派之后 你就可以去找那个领域的书 或者是老师去跟 每个学派都会有自己的优点 都会有它相似之处 和一些不同的地方 当然会有它精辟和适用的地方 也会有它不足和限制的地方 就好像Bruce Lee、李小龙 截拳道源自于哪里? 源自于哪个? 宇宙因子丹 我意思是指业问 但是拳道和业问的功夫 是不是同一样东西 它已经不再是同一样东西了 所以无论打功夫也好 或者在球学上面 我们不需要照单传修 因为书里面的东西 它不一定全部都适合你的 每一个人所适合的门派也不同 我们不需要一成不变地 去复制其他人的学习和成长的道路 我们要找到自己的门派和老师 之后当你学有所成的时候 你就能够开枝散业读书一次 好了 找完老师之后 第二个要考虑的部分就是门槛 很多人因为自小看妙手人渣的原因 心里面都有一个做医生的梦想 想去祭世救人 但是做医生是不是这么容易呢? 门槛有多高呢? 我有没有资格? 有没有这样的成绩? 可以读到医呢? 这个就是门槛的问题了 如果我现在三十多岁人 想去重医的话 我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我觉得已经很渺茫了 除非你真的对这一件事很感兴趣 不然我们在学一件事的时候 要考虑清楚 它值不值得我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重新就去学 由零开始就去学 如果你觉得值得的 那你就去学 不值得呢? 或者门槛太高 那就果断放弃 还有作者这里有个观点 就是说那些很容易就能够学得懂的技能 通常是不值钱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去令到自己能够读书一次 那你一定要打造出自己的门槛竞争力 人家可以复制到你的样貌 但是复制不到你的灵魂 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像我做自媒体那样 大家都是说书 周边有人说书 你又不是唯一一个会说书的人 有把口都可以说书 我说过的书 其他人都可以说 但是陈老师永远只有一个 你能复制到他的性格呢? 能复制到他的幽默感呢? 能复制到他的跳脱呢? 能复制到他的豁达呢? 能复制到他的豁达呢?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特意想赞自己的 我纯粹为了要举这个例子 所以没办法不将自己搬上这个神坛 重点就是我们昔时要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入场券 我们之前说过一本书 叫第三道门 这本书就是说一个大学生 他是怎样通过一些不可能的方式 或者是不是正常的方式 去认识到一些他本来不可能认识到的人 例如他想采访Bill Gates 但是你是哪位呢? 你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认识你老鼠吗? 你怎样可以敲响Bill Gates那道门呢? 前两道门 第一道门就是专门为身份显黑的人 他老爸就认识Bill Gates 所以马上他就可以进去了 而第二道门就是大家排长龙打蛇饼的那条龙 如果你真的去学那些人去打蛇饼 慢慢去等 可能等20年都未见到Bill Gates 而第三道门就是你要想一下你有没有什么渠道 可以间接认识Bill Gates 作者当时就举了个例子 就是他参加电视节目 即是价格差差差差的 他赢了一笔钱又有启动资金 因为他还用了很多的方法 去认识了各种各样 他没有可能会认识到的人 一步一步 最终就可以找到Bill Gates 跟他做了一个访问 访问到很多很多的名人 那本书里所说的内容 跟Leddle所说的入场券其实是一样意思 我们要积聚多些不同的能量 然后试一下去换下不同的门 敲一下他 说不定有一天你就会找到属于你的那栋门 有时这些入场券就好像你玩Mario 你在撞那些问号 你不知道问号里面是什么 但你不撞你一定不会知道它是什么 但你一撞可能它会是一个很有用的道具 然后有一点就是我们要使用好我们的时间 有一个研究表明在蚂蚁的群体里面 总是会有20%的蚂蚁懒惰 它们一不是就躺在那里不动 一不是就在巢月附近那里散步 走来走去无所事事 而另外80%的蚂蚁就不停地生勤地工作 那这20%的蚂蚁是不是不是生产呢? 是荣材来的呢? 不是的 正正是相反的 当蚂蚁群体遭遇到危机的时候 即是无论是巢子被人倒毁了 还是没有食物来源 那八成的劳动型的蚂蚁 马上就会陷入一片混乱里面 什么都做不到 死了怎么办 明天没饭吃了 然后就转转转转 不知道搞什么好 而20%的懒蚁 就会在这个时候一改平时懒散的作风 它会开始为整个群体去寻找新的方向和目标 原来这群蚂蚁平时的懒 是要将他们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研究和偵察 原来那边可能有水源 那边可能有新的食物 他们的散步是为了做这些事情 是为了找到新的策略和方向 这个效应就被称为懒蚂蚁效应 我想说的是 有效率和有影响力的人 他们更像这两成的蚂蚁 他一定会留下空白的时间 让自己沉淀和思考 不会每天都搞到自己很忙 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最后还有一点 作者想提醒我们 他说成功其实是一个坏的老师 他会令到精明的人迷失节 我们不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预防失败 每个人都会犯错的 我们应该将努力的重点放在做一件事上面 而不是避免做错 因为有时失败和做错的事 反而可以给予更多的 feedback 或者是经验我们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不知道你觉得这本书对你有没有帮助 欢迎你在讨论区告诉我 接下来我们进入上集评论的时间 Johnny 说 你好 陈老师 第一次留言 我今年十三岁 是一个轮椅人士 我大概听了你的频道三个月 在我听你的频道开始 我变得更加理性 理性得有些可怕 总而言之我非常感激你的频道 多谢你 Johnny 好开心 我都想起十三岁的时候的我 究竟他在做什么呢? 十三岁的时候我已经有很多事情想 思想开始成熟 很荣幸可以在你的年龄 出现在你的世界里面 多谢你的支持 有空多点留言和我聊天 水水就说 我想学很久的了 多谢你 我都很欣赏这些人 EQ高 我不想像河马那样 他们可能就是人版 告诉我们 其实并不是说你的年纪大 你的人一定会成熟的 很多人 就算六七十岁 都还是像个小朋友 Yong Hong Zhang 说 多谢分享 好喜欢你用不同的声音去表达不同角色的对话 听起来更生动活泼有趣 多谢你 多谢你 Grace 说 多谢你托宽了我的世界 透过听这个频道 我累积了很多方法去处理不同的情况 多谢你 你之前不是找我下广告 还要管一群恨人 哎 真是死得了 Nikolas 说 首先你好 我是第一次留言 多谢你每日都用心分享好书 令到我自己都不断地升叻 好喜欢你的能量 和读留言的时候 加油 多谢你们支持 在你升叻的同时 我都在升叻 因为我都不断地学到一些新的知识 而且在讲的这个过程里面 是一个很好的内化和输出的过程 所以是你们帮了我升叻 多谢你们 Rachel 说 这一集很有用 多谢你分享 Kuyuki Carter 说 今集笑死人 多谢你分享 是吗 我说了什么 我都不记得了 有哪些笑点 Earth Traveller 说 以前在香港的时候 我长期都有做热线辅导 有些人很喜欢不停打来骂人 或者特意激怒人 好像骨子里面 就是天生的haters 不要被他激怒 保持友善地回应 他很快就会无人 有一本书叫做 不要跟猪打架 是吧 有本这样的书 有空也要看看 Grace 说 Btw 我真的很喜欢 你各种各样的声音 这些都是很生动的例子 多谢你们喜欢 我这种门派力 终于慢慢成型了 已经印了我的嘴头 Tweedie 说 努力 Rosa 说 掌知识 Denata 说 好耶 刚刚见你出片 即Like 恭喜你插到头柱香 几万年没出现过的 West Week in 说 很久没有接触过外界的知识 对了 去了哪里 你说这个channel消失了多久 我经常有想起你的 Jody 说 很想鼓励一下 今天说自己的channel 不够一千人 想着转工的那位朋友仔 我听陈老师的时候 他那时候都没够一千人 你看他现在没做到多好 慢慢来 相信自己 很棒啊 Jody 又帮忙留意下 哪里可以捐书 又常常去回答不同的朋友仔的问题 真是很有心 多谢你 BomBom 说 当发现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东西 都没办法证实出绝对的黑白对错 我就已经不会再和大部分的人争论 咬来咬去都是浪费时间 对方想证明自己对 我错 或者想吵架 只要我不再回应 那他们就只有一只手 一只手是拍不响的 说得很好啊 不要回应负能量 但是我经常都回应负能量 都不是经常 我间歇性会回应一下 但是回应是为了明天那本书 我那天回应Paul 那位朋友仔 其实是因为我在看昨天我说的那本书 优雅反驳的技术 那我就抛穿引玉 作为我明天说的那本书的铺垫 Photo Wonderless就说 齐老师说得很好啊 人类对于其他的物种 和大自然的残害 已经到达极致了 我们很爱护猫狗 将它们当成小朋友和家人 但主由羊鸣鸣我每一天都受罪 所以大家尽量素食 爱动物 爱地球 爱自己 我们一起加油 在我有生之年 或者如果我真的有能力的话 我也想提供更多食物来源 给不同的人 减少养殖业 或者畜牧业 八虎秦岸就说 Haters一大共通点 就是自hate欺人 哇食字好正啊 因为好恨自己 所以不容许自己快乐 也不容许自己的世界 有快乐的人出现 静屁静屁 真的说得很好 Shirley就说 无意义的事 ignore她 时间就是今时 是的 多谢DFF的支持 Kanakida就说 未看先like 多谢 Grace又说 你希望其他人对你做些什么 你就对其他人做些什么 对啊 真的这样 洛洛就说 中国的余色道是包容的 基督天署伊斯兰教是独裁 都不是的 一样米一样百样人 你学余色道都可以独裁的 是吧 Angelo就说 河马要学习 大家会不会把这条片推给她 Angelo就说 我又来了 多谢Angelo 天色神旭逍遥就说 华人比例上有多少 真是知道你不认同她之后 还会好好听你举证啊 有很多人 未截着他们的红心 就已经发脾气了 他们本身不接受不被认同 就算闻人意见 都只不过是想借助认同 你肯定自己的想法 我这么懒 所以都是快乐的秘诀 总结得很好 真是这样的 的而且确很多人 只不过是想在人家的口中 尋求他人的认同 这句话真是总结得很精疲 PS118就说 试试跟女朋友或老婆这样说 整套东西用不了 因为可能是不讲道理的对方 Angelo就说 嗨 你说的题目很多我都很有兴趣 已经变了我每天起床 开车 吃饭 睡觉都会听的节目 想问下你 有没有讲过 Ikigai 生活目的这本书 我搜索过 找不到 你有没有兴趣说一下这本书 多谢你推荐 未看过这本书 是哪一个作者写的 因为我找了一下 好像有很多不同的人 都写过这本书 让我先研究一下 我真的不太了解 但看起来好像是正东西 因为我都很喜欢她的封面 是那些櫻花 应该类似是说日本的一种生活方式 Sereen就说 我很喜欢你扮一下声 唱一下歌仔的演绎方式 不用那么闷了 多谢你喜欢 多谢你喜欢 Sylvia就说 因为她被妈妈罚她抄千字文 这么紧要 Mark Fight Chan就说 只是法律制止我们 最好的方法是暴力加支 然后再给她一些好处 如果不接受 就继续施暴 西方殖民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美国和以色列都是 只是现在的传媒的力量大 而不敢乱来 否则一早已经被人灭续了 我相信一个是一个方法 就如同反经 厚黑学 又或者是罗绩经所说的东西 但同时我也觉得 这个世界其实是 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它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我们可能也都可以用其他方式 达至同一样的结果 有时只不过是我们 未找到那条路在哪里 或者是未找到一个更加合适的方法 不代表只有一种方法 我虽然喜欢正义的朋友 我虽然喜欢蝙蝠俠 喜欢Hit Girl 喜欢Dare Devil 但如果能够不用暴力 都能够警惡情间 我觉得这个世界一定会更加之好 一定会有方法的 只不过是我们还没找到 大只仔Oliver就说 第二日第三日 好羡慕你的肌肉 我都要向你学习 吴齐的女朋友就说 准备到农历七月了 我需要听一下金刚径 王阳明那一集 我就学习到 之前没有时间学的内容 直视嬌阳那一集 吴齐的女朋友就说 我不怕死 但怕看鬼片 是的 鬼片和死 其实是两件事 鬼片是将恐惧放大了 将我们潜意识中的恐怖的事 对死亡的恐惧 直接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而上一集的留言 就是 这本书好 吵架 终于可以比其他人 OK 多谢各位朋友的参与 今集的时间 就来到这里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本集的资讯 帮到你的话 记得订阅你的频道 like和share这条片 按下小铃铛 加入会员频道 或者使用超 赞助了客户製作 我是陈老师 明天会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